大家好我是张鑫 昨天我们不是跟大家讨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 也就是为什么退休金永远存不够 其实有四个不安因素 也就是不确定因素 让大家都会觉得退休金好像存越多越好 但是等你存到了心目当中的数字之后 你又会想存更多 我有好多的好朋友 他原本说一千万他就要退休了 可是当他存到一千万之后 他又会想存一千五 存了一千五想存三千 结果永远没有退休的一天 通常都是要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后 才舍得从职场上面给退下来 我们知道那些不确定因素 不安因素他不容易消除 但是有没有什么客观的数字 可以让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清楚 或者是准确的预判呢 今天我就想先从第一个不安因素 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退休金存不够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不安因子就是 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够活多久 我到底能活到七十 活到八十 活到九十 还是能活到一百 有没有可能未来的健康状况 或者是医疗环境 卫生状况越来越好之后 长命百岁已经不是个祝贺词 而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目标呢 这个我们不清楚 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客观的数字 第一个是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的数字 也就是近十年来国人的平均余命 到底平均能够活到多少岁 男性和女性的平均余命 到底有没有差异呢 第二个我们要推估未来的平均余命 我拿出来的数字就会是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人口推估数字 它可以推估啊 未来十年二十年到底平均余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会不会一直往上攀升呢 嗯 我想拿这个客观的数字出来 大家心里就更会有个底了 好了 废话不多说 咱们就赶紧来看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的第一张图 也就是过去十年国人平均余命的变化图 最上面那一条线 红色的线代表是女性的平均余命 而中间那条线讲的是全国的平均数字 而下面蓝色的就代表男性的平均余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间的全国平均数字 自从102年 也就是第一次平均余命踏上了80岁之后 几乎就很少有掉到80岁以下了 就一路向上攀升 一直到了109年 也就是三年前平均余命达到了最高点 就是81.2岁 就是所有的人从零岁开始 大概都能活到81.2岁才会过世 这个是一个平均数字 所以如果有人早了20岁去世 也就是60岁的时候去世 那就有一个人会活到100岁 如果有一个人50岁去世 那可能代表的就是有三个人会活到90岁 所以大家的寿命是越来越长的 我们前面说的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 可能在未来就不能拿来当做一个祝贺词 而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目标了 好嘞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前年和去年 这个平均余命却有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反转向下 到底这两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相信大家记忆应该非常深刻 也就是COVID-19的疫情在台湾 或者全世界开始流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明显 平均余命就开始往下走了 一直到了去年 掉到了79.84岁 也就是从102年之后 大概算是第一次掉到80岁以下吧 但是根据预估疫情缓解之后 很快又会回到成长的正轨上面去 好我们看了这个平均余命有个数字之后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第二个有趣的数字 也就是女性和男性的寿命 到底差异有多大 我们来看一下去年好了 也就是111年 就是2022年吧 好我们看 女性可以活到83岁平均 男性活到76.63岁 中间差了6.8岁 接近7岁 也就是女生的平均寿命 会比男生多大概快要8岁 7岁 大概是6.8到6.7岁之间 再来我们结合之前说的数字 大家还记不记得台湾法定的退休年龄是几岁 是65岁是吧 我们如果退休金永远准备不够 然后又没有什么职场上太大的变化 大家都会想办法工作到65岁 可是你看一下男性 男性如果工作到65岁之后 一直到平均余命 大概也就是剩下10年到12 13年之间 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准备太多的钱 大概也就是12 13年可以过 更重要的是我们昨天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数字 在台湾平均死亡之前 私能 私自 卧床的时间高达8年 好 我们把一个最简单的数字拿来兜一下 我们65岁退休 再看看刚刚那一张图 男性的平均余命大概是76岁 好 76减掉65 退休之后大概剩下11年到12年可以活 其中平均又有8年是卧床的 所以真正能够健康的享受退休生活的日子 好像没有那么多 很多人说我在危言耸听 但是我今天拿出来的都是实际上的统计数字 好 这几个数字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想一下了 可是女性就跟男性的状况完全反过来了 女性在去年她的平均寿命平均余命是83岁 在最高点可以到84岁 如果65岁退休的话 那可能还有20年可以活 所以女生在退休金的准备上 就应该要比男生更充裕一点点 第二个 女性能够享受退休生活的时间 你能够寒衣弄孙出去走走玩玩的时间 也会比男生长很多 如果平均卧床是8年的话 女生有20年的退休时间 扣掉这8年的失智 或者是失能卧床的时间 她至少还有十几年的时间 可以享受自由自在 而且可以四处走动 开心玩耍的退休生活 好 这个数字留给大家做参考 很快的我们进到第二个数字 来看一看台湾的平均余命 到底跟其他国家相比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台湾这样算是很长寿吗 还是算是一般 世界前十大平均余命高的 也就是长寿的国家 到底包不包含台湾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数字 这张组讲的是主要国家的平均寿命 这是联合国网页 及各国最新的统计资料 更新时间是2023年的8月1号 也就是最新的图哦 我们来看看男性 平均余命的排行榜 最老的是瑞士 81.6岁 再来是瑞典澳大利亚 第三名是日本 你看跟我们想象中有一点落差 我们都认为日本是一个最长寿的国家 现在好像排的也不错 大概第四名 再来是挪威 你看好像北欧一带的国家活得很长哦 还有澳大利亚 其实活得也很久 再过来是新加坡 我们都觉得新加坡的人工作非常的忙碌 生活步调 那个非常的快速 生活工作各方面都会相对的紧张 但你看看新加坡 他的男性的平均余命还是很高的哦 他排在世界的第六名 再来是南韩 南韩工作比我们紧张吧 南韩的竞争比我们激烈吧 可是你看他的平均余命 男生就是比其他国家要来得高 排在第九第十 纽西兰80.5岁 台湾也就是中华民国76.6岁 比南韩的男性足足少活了四年的时间 这是个平均数字啊 全球男性的平均余命是69.9岁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其实台湾的平均寿命在全世界比较起来 还算是不错的 而女生呢 这就跟我们想象中非常接近了 女生的平均余命 活最久的是日本 再来是南韩 你看南韩又出现了 所以韩国啊 他的饮食虽然我们觉得他吃的又咸又辣 但是你看他肉吃的不多 生活步料虽然比较紧张 但是他就能活得很久 能够活到86.6岁 女生哦 第二名 再来是西班牙 你看西班牙男生排不进来 女生排进去了 代表女生活得比男生长很多 澳大利亚瑞士也进来了 法国新加坡 你看新加坡最厉害 不论是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排到世界的前十名 再来意大利瑞典 而中华民国女生是活83.3岁 比日本南韩也是足足少了3到4岁 这是女性的状况 而全世界女性的平均余命是74.7岁 所以你看台湾几乎快要比世界女性的平均余命多了10岁 所以在对于台湾人来说 其实活的跟全球相比还是长的 只是没有办法排进全球前十而已 而全球的数字男性和女性相比呢 女生还是比男生多活5岁左右 好 这是另外一个最新的数字 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人口推估数值 你可以看得到 他这个2022年以前都是准确的统计数值 2023年也就是从今年开始到未来的几十年 他都是一个推估数值 他可能根据过去的状况 根据未来卫生和环境的状况 来做一个简单的推估 大家可以从这里面看得到 就是未来的平均余命 还是会随着时间的发展 而活得越来越长 大概每10年会增加1.5岁的平均余命 不论男性女性大概都差不多 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之间 大概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当然这是在没有发生战争 没有发生大型疫情 或者是特殊状况的情况之下 平均余命就是会越活越长 例如我今年退休了 男性的平均余命是76岁 那我可能活到30年之后 那平均余命就会变成接近80岁了 一年增加1.5岁 76岁之后增加4.5岁 就很有可能跑到80岁 所以如果我要预估我自己的退休生活的话 我就会多加每年每10年多加1.5岁上去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在推估我自己退休生活的时候 会抓到85岁的最主要原因 因为现在的全国平均余命大概是80岁 而二三十年之后应该会变到85岁上下 所以我就给他抓到了85岁 好嘞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数字 前面实际的平均余命大概是主计总处公布的 而后面推估的数字也不是我自己推估的是 国家发展研究院他去推估出来的数字 另外还有几个比较有趣的数字 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许可以让大家多做一点参考 第一个北部和南部会不会有差异 跟各位报告 有的 我们不是现在有六都了吗 有六个直辖市 越往北的直辖市 他的平均余命越高 越往南的越低 还真的就从北排到南 他的排列的顺序也是一模一样 最高的就台北市 平均余命最短的就是高雄市了 这是第一个有趣的数字给大家参考 如果你是住在台北 那你可能要多准备一点 更宽裕的退休金才行 第二个大家都看到的数字 女生真的比男生多活接近七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是女性 别忘了 要多存一点退休金 不能跟男生一样存一些些就够了 可能多抓一点 会让自己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宽裕 那东部跟西部有没有差呢 有的 西部啊 台湾西半部的平均余命 是比东半部要来得高 所以如果大多数的台湾居民啊 或者好朋友都住在西半部 如果你住在西半部的话 那可能也需要多存一点点钱 它的数字会超过 那个我们刚刚看到全体的平均余命 多一些些 好嘞 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谈谈这个数字呢 因为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不安和恐惧 每个人都期望自己能够活得久一点点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退休之前啊 尽量把自己可能遇到的退休状况 做一下深入的了解 这样我们可以更有纪律 有效率 或者是有计划的规划自己的退休金 这些钱存起来之后 它就可以确保我们自己的退休生活 过得更好 过得更保 我知道很多专家 他都会凭着自己的想象 说一些数字 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心目当中 期望活到多少岁 他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值 根据自己周遭的亲朋好友的状况 来做推估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相对客观的统计数字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一点点帮助 张信漫谈天天都有新鲜事 现在咱们拿科学数字来谈谈退休 咱们就明天见咯 拜拜